接下來我要講解讀取RFID卡的卡號 要怎麼寫 程式要怎麼寫 首先呢我們先打開瀏覽器 然後把我輸入這串網址 這是一個Github的網址 然後點下去它會下載韓式庫 因為我下載好了所以就直接跳過 然後呢它就會在我的桌面 然後把我點兩下 進去這資料夾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韓式庫 把我點下最下面這個 MFRC522這個 點進去之後呢 這樣我們就有讀到 然後把我按這裡有一個device 然後點這個name 最後一個name的這個 點下去 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我們現在寫的程式了 這裡先新增檔 新增專案 然後開始寫 我們一樣要寫從 Machine import pin 再來呢我們要先 import韓式 我們剛剛那個下載下來那個韓式 那個韓式的名稱叫 m f rc522 再來我們再 import一個time 接著呢我們要先 建立RFID的物件 接著我們先宣告 M1 一直角位給LED用 為輸出的 再進到我們的 壞有回圈 這壞有的用意呢就是不要讓他 偵測到一次卡 就停止 動作 我們可以一直無限的循環 讓他 碰一次 偵測一次 碰一次 偵測一次 接著呢要先 讓我們的LED 那個 關閉LED 在搜尋卡號之前要先關閉LED 這樣才不會一直亮 等卡片接近RFID的時候才會亮 0就是 低電位 所以就是0 再來我們要寫一個搜尋RFID卡號 這個request的用意就是要搜尋卡號 然後進入我們的判別室用意 假設我們找到卡片要做什麼事情 找到卡號之後呢我們要去讓他讀取RFID的卡號 接著呢再一個判別室給他 這個 這個判別室是要寫給 LED模塊用 等於等於 找到 我們的卡片 然後讓我們的LED 亮起來 所以我們要給他搞電位 Value的值就回1 接著呢 將 卡號由2進制格式轉為16進制的子串 這樣我們就把他變成16進制了 接著呢 我們要 讓他輸出偵測卡號 然後後面的ID是什麼 然後讓他暫停0.5秒 避免LED太快熄滅看不到 這樣我們就大致上完成 我們可以做測試看看 首先你要先 當看他的 插上你的USB 然後去檢查一下 你的位置是不是有讀到 這個 Device 然後我的是COMS 按下OK 他就開始在整測 按播放 我們要先存檔 這 存在桌面然後打一個 RFID 按儲存 他說我們上面這裡有錯 他這裡會顯示錯誤 他是說我們這裡打錯 這裡應該是D L 然後這些都要大寫 OK這個 跟這個都要大寫 如果你用小寫他會 說錯誤 我們就測試看看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 然後呢把我們的 空白卡靠近我們的RFID 讀卡機 他就會開始 偵測 像我們這樣他就偵測到 他就會開始在讀 這樣就完成 現在我要來介紹的是 讀取 讀取 悠悠卡 與RFID卡的卡號 首先我們需要 材料是一張 RFID卡 然後 跟一個 D1 mini 跟一顆 RGB 的模組 再來就是 兩個牌針 跟一塊麵包板 跟一塊麵包板 跟八條的杜邦線 還有一張空白的卡片 袋子裝之前 袋子裝之前我們可以先把 這個 插到 麵包板 麵包板上 我的習慣是先 插上去 這樣可以節省空間 再來就是把 這個牌針 插在 旁邊這裡 這裡 要對應到這個 上面這個 黑色 這個 把它插下去 這邊也是一樣 插這個牌針的作用是 因為我的杜邦線是 一公一母的 但等一下要用在 RFID卡 讀卡機上的 這個是 沒辦法兩個都能 插得進 所以我會外接一個牌針 來幫他 來幫他外接 再來就是我們接這個 當感應到 卡片的時候 我們的RGB模塊會亮起來 這個我們可以裝在這裡 接下來就是我們接線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選了 三條線 把這三條線 把它插在 RGB燈上 先選兩條 插在RGB 模塊上的 GND 最右邊這個 最右邊這個 把它插上去 因為 麵包板是直的有導通 橫的沒導通 所以我們插直的 所以這兩條都是GND GND 好我們這樣插進去了 這兩條都是GND的線 再來這條是把它插到 看你要是 紅色亮 綠色亮或是藍色亮 自己依照自己的喜好 讓它插到自己想要的顏色 R就是紅色 G就是 G就是綠色 B就是藍色 然後我們就把它 以 紅色為例子好了 好這樣我們的RGB的模塊 這樣就結好了 接下來我們這一端呢 要把它結在我們的 D1 mini上 跟我們的 RFID讀卡機上 我們先拿RFID 把我們的一條GND的線 把我們一條GND的線 把它插在我們的RFID上的GND RFID 的讀卡機 的GND是在 左邊數過來的第3個 這裡有寫GND 把它插上去 再來 就是把 這一條 另外一條的接地線 接在我們的D1 mini上面 而我們D1 mini 的接地是在 下面 第二個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G 的地方 然後我們把它插上去 插排針因為上面這個我們沒法用 接地線 這樣我們就把接地線接完 再來就是我們的信號線 我們信號線呢要把它接在我們的D8這裡 這塊 上面 的第二個 左邊第二個 我們把它接上去 RGB 好我們的RGB 螺塊的線 都接好了 再來就是我們要接 接 我們的 Mini 1到我們的RFID上 我們從左邊開始 開始插過來 我們左邊第一條 把它接到我們的D1 mini上的SAMPUT 也就是我們上面的這個 左邊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開始 然後把它接在我們的 D塊上 第一個上 然後我們第二個 RFID的第二個 是接 在我們的D1上面 然後接在我們的D1 然後接在我們的D1 找一下在這裡 D1在右邊數過來的第三個 所以我們插在D1上面 再來是第四個 第四個這裡我們就有空階不用接 再來是第五個 第五個把它接在D2上面 D2 第2 就是 第四個 右邊數過來的第四個 下面的右邊 而第六個 這一個 第六個跟第七個 我們可以一起接 第六個 第六個跟第七個 是我們可以接在D3、D4那裡 所以我們就一起插起來 然後找一下我們的 D3跟D4 藍色的是D4 綠色的是D3 我們對一下 我們對一下 好這樣大致上我們就組完了 我們等一下接著測試一下 拿來準備一條MicroUSB的線 然後把我們插在D1迷你上面 然後把我們插在D1迷你上面 這塊這個 這塊這個 然後我們把他接上我們的D5 D5在這裡 這上面都會有字可以自己去找 然後我們插線上去 插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他連接到電腦 我們剛剛之前有寫好的code 然後我們拿起白色這張卡 然後把他刷下去 你會看到他會亮綠燈 每0.1秒他會偵測一次 如果你今天想要讓他亮紅色的燈的話 你可以把這條新號線把它插 然後去接紅色的你想要的燈 然後我們再刷一次 就會亮紅燈 這個呢 這可以依照個人的需求喜好去調整 然後呢我們這裡的 硬體的部分就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電腦螢幕 會有卡號 然後你每刷一次他會列印出一次的卡號 然後我們就要帶走 這次的介紹就到這裡